弟兄姐妹 主耶稣他知道我们内心与外在的一切了 他是最认识我们 了解我们的 但很多时候我们认识自己 不像是主认识我们一样 所以一直寻找自己的价值在哪里 自己是怎么样的性格 甚至有时候也不知道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我们主耶稣 他是真认识他的儿女们 那他是怎么认识我们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 在约翰福音一章四十五到四十八节 这里说 菲利找着拿丹耶对他说 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 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 拿丹耶对他说 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 菲利说你来看 耶稣看见拿丹耶来 就指着他说 看啊 这是个真以色列人 他心里是没有诡杂的 拿丹耶对耶稣说 你从哪里知道我呢 耶稣回答说 菲利还没有招呼你 你在无花果树底下 我就看见你了 各位从这经文里面 耶稣知道关于拿丹耶的两种情况 如同他知道我们的情况一样 主是知道拿丹耶里面发生了什么事 也知道他外面发生了什么事 从哪里看到呢 主说的第一件事是 你是一个心里没有诡杂的人 各位 这就是关于拿丹耶了 他内心里面的真相 然后主又说的第二件事是 菲利还没有招呼你 你在无花果树底下 我就看见你了 换句话说 当你离开我的视线时 我就看到你了 这就是关于外在的真相 于是在49节 拿丹耶很惊讶地说 拉比你是神的儿子 你是以色列的王了 今天耶稣同样地认识我们 内心的和外在的情况 这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极大的恩典了 耶稣知道 有时候我们就像拿丹耶 在无花果树底下 独自一人陷入困境 挣扎 哀伤 无奈 并且没有人知道你发生了什么事 也没有人能够真正完全明白 你所发生的事 唯有耶稣完全知道 所以当你独自陷入困境时 你要想起一个事实 你永远不会处于在 耶稣完全没有意识到你 生命中所发生的事情 若你相信主耶稣爱你 并且他比世界上的任何力量都强大 那么他知道你所有内心和外在的情况 的这个事实是神极大的恩典了 其实主知道我们的内心情况是更甜美的事了 当菲利在45节对拿丹耶说 耶稣来自拿撒勒时 拿丹耶直言不讳地回答 从拿撒勒出来的有什么好处吗? 各位当他这样的回答的时候 你认为耶稣会怎么样想呢? 其实耶稣的第一个反应 不是批评或碰到他 那是在47节说到 看啊 这是个真以色列人 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 这里我认为耶稣的意思 并不是说他无罪 虽然拿丹耶的直言并不好 但耶稣确实先看到他的内心里 至少拿丹耶不是两面人 他没有为了人情人意而说话 没有戴着面具 他的直言也没有为自己的动机而说话 所以拿丹耶的直言 写明他不是骗人的 他是正直的 而在主遇见他之前 主已经知道拿丹耶的内心 这就好像我们有时候会生气神 会埋怨神 偶尔会有些不幸 但主耶稣他知道我们内心真正的挣扎 主宁可要我们向他坦白 向他坦然 也不愿我们心里带着任何自己的动机了 那最后 主耶稣是真明白我们 他比任何人都知道理解我们的内心 这让我想到希伯来书 4章15到16节说 因我们的大祭司 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 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 与我们一样 只是他没有犯罪 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 唯要得连续蒙恩会 做随时的帮助 的确 我们内心深处有许多难处 绝望 经历 试探 甚至罪恶 但没有人能比主耶稣更明白 我们所经历内心与外在的情况 其实都是独特的 若我们以这样的心态来认识主 我们能够坦然在神的面前敞开自己 我们不会留在控告或灰心绝望里 乃是将我们能谦卑 得到主的连续 恩惠和随时的帮助 结果使我们能够体恤人 怜悯人 爱人 然后向万人做见证了 所以弟兄姐妹 主耶稣他认识我们内心与外在的一切了 这是主的荣光 若我们以耶稣认识我们的心肠 来看自己 来认识主 我们就像拿单叶 看见主就是神儿子的荣光 是掌管一切的王 你必会领受神匆匆满满的恩典和真理了 感谢观看